他才五孙女童下的老手 会后悔打死他吗 是嫌他跑去打死他吗 动画还原 打死五孙女童 跑32小时落网 渣男位罪自杀 四次失败 小布希 黑书吧 活活把女童打死的人渣 就是他 跑了32个小时 还是躲不过警方追捕 26号中午落网 他25号凌晨回到家后 因为不耐烦同居女友的 五岁女儿哭闹 出手痛打女童致死后 尽冷血回房睡大觉 早上醒来发现女童死了 我同女童母亲 开车到桃圆桂山第三公墓 想连人带车弃尸 但烧炭自杀 怕死没成功 后来搭小黄道逐渭渔港 想跳海自杀 也失败 两人最后买酒 在港边窜购 游灵星渣男扛罪 要女童母亲留下照顾 两人所生的男婴 没想到渣男跑到淡水渔人码头 跳水自杀被凝重就起 他换了衣服后又跑到壁潭 又想跳水自杀 但是游客太多不敢跳 你这么怕死 有没有想过女童其实也不想死 想好好长大上学去呢 我们是有误过啦 然后她的说法是说 她在教小孩 所以可能出手中了一点 突发中心 不是自己青车就可以打死他吗 新北报导